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这盘棋是由Master直黑 对阵的是中国的一位小将丁世雄 看一下这盘棋 大飞手脚 这个Master看起来比较钟爱大飞手脚 他的对决当中几乎没有小飞手无有脚的 加击 飞 这个都是非常普遍的定式 接下来呢是如果正姿有力的情况 黑鞋有这个拖进去的 他实战的是选择了挂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 也算是流行变化 的这个 白鞋点这个 这在过去呢应对也很多 我们可能有一些之前关注多的其他爱好者也会发现 这里有黑鞋有这两步的应对 贴一个呢是蒸一个极鞋 就是你必须得尝 然后我是先手了 我在其他地方继续兴起 顶在这呢 漆形不好看 但是呢是 底蕴比较深厚的 因为他接下来去瞄这个拖 他不太愿意 如果你同样是走这个 那我这个子他不愿意走在这 这个子没什么价值 他愿意走在这 值得有点帮助 嗯 对付这个点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最容易想到的下法了 但是实战 Muster没那么下 他是选择了这个棋 从这里走过来 这个变化呢也是有人下的 但是 从Muster这个他的选择上啊 其实给了我们一种启发的思路 就是他不其实不愿意下单关 他也不愿意落后手 很多棋他都是为了争先手啊 宁愿去下一些 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奇怪的棋 但他都不愿意落一个后手 或者是下这样没有效率的棋 现在下成这样了之后啊 白棋是把这个地方给分开了 但是黑棋呢也做活了这块 然后他实战呢是挂在这边 嗯 希望你最好应他一个 这样他就是一个先手逼一下 白棋实战呢是把黑棋冲断了 我觉得你没下 那么我呢就来冲断你 黑棋由于这块棋是火棋 所以他呃依然可以脱鲜 跳一个 也是间接的 就是你冲断了我 就吃我这两子 当然你如果再花一手吃呢 我就给你吃了 呃 我现在这张棋就是加强我自己 所以Muster的棋呢很多时候啊 呃都是先把自己 利于不败之地 就是把自己走的很厚 给自己加强 然后你如果补了 那我就觉得效率也满意 如果你没补 我这个时候再出击的时候呢 这个手段其实是 可能是更加凶狠的 现在他是跳这个了 目前来看呢哈 你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啊 白棋脱线啊 白棋跳在这里 把这个脚给守住 配方贴出 啊刚才他这个跳的语言 其实就是我走这个呢 我又有这个贴出 我又有这个劲脚 他给自己创造了两个好点 这也是Muster的一个风格 就是经常会给自己留下 就是总会有一个选择 是他认为满意的 白棋斑下的很紧凑 护一下先手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黑棋跳在这的时候呢 似乎这个白棋 已经被黑棋给封到里边去了 就这么短短的棘手棋 黑棋呢就把外围给他包围住了 白棋势必要从这里来 强行的出头 嗯下一手棋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招 因为粘这个棋是他实战的下法 这手棋从棋形上来说 有点不太愉快 或者说如果我们的思路 可能会想要说 是不是把它先打给它打中 但这样子呢 就是肯定对方就逃出了 他就可以打出来了 或者说打这个 那同样的白棋也是要把这个地方打出 白棋呢就出头了 而黑棋这个粘就是彻底的要告诉你 你就不要出来了 肯定要把你关在里面 你如果打这个的话 那么我从这边挖吃 这个子不要了 白棋也不敢啊 把这个底下弃掉 所以也是得活 但是黑棋这个粘住这个棋 我觉得可以说是勇气可嘉的一手 如果大家去下这种粘 就是一开始觉得投入的成本 好像太大了 走了一个这个棋形感觉很怪 但它确实有力 这就是MASTER给我们带来的很多 很多棋都是这样子啊 看起来有点俗 但是呢挺有力的 调一下 调一下 断 走成这样子 看起来黑棋这个棋形啊 本身也是怪怪的 就是你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看那个充断啊 断点也挺多 但是白棋也不可能说马上就充断 切掉这三个也不现实 所以当你尝完之后 黑棋好像都挺薄的 但是呢 也目前暂时你也拿它没什么办法 而白棋摆在眼前呢 就是这块棋需要去求活了 走成这样之后 另一个 粘住这个挺狠的 没有去活自己 粘住之后呢就是 你的眼味已经明显不足了 吃 只能寄托鱼呢跟黑棋这个对纱 粘 做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打结 把白棋提过来 但是对白棋来说这个结 白棋是肯定不能输的 输了这块棋都死了 但黑棋呢其实它也有余地 为什么 即使我打不过你 你最多粘住嘛 但这棋还是有一个将来有可能会对杀的可能性 有一个结在这里 所以这个棋就搞得白棋其实 进退两难 就是 哎呀你吃半天其实也没有吃到 但是你不吃呢又不行 就是这样一个尴尬局面 现在走完这样 做提掉轮到了黑棋 黑棋实战呢是脱先了啊 它再去局部 它也不着急 不着急 你要是粘上 那你就粘上吧 你提呢我过一会还可以提过来 所以现在白棋先消解 它先把这一棋呢 走干净 黑棋继续 好 这个地方白棋先长过一下 长了跟跳交换 现在黑棋 双一个 也是很正常的一招 都走的 很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一个 一块棋 它并没有说把整个局部啊 把它眼光 禁锢在这一个地方 要放眼全局来看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白棋已经很困难了 为什么 这里四个子 你刚才行起的这四个子 如果气掉 其实很大 然后同时我们看外围 白棋现在整个这个 除了下方的这个子力之外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 这个单打独斗就不说了 然后都是一些负担 就这两个子你要逃吗 要逃是负担 这四个要逃吗 是负担 上面唯一有一个分头的一个子 也是孤孤单单 所以从现在来看 即使白棋把这个棋吃掉 这个棋白棋都肯定是不行了 这棋不能 就走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就想办法搞一些这个 搞一些东西出来 黑棋提 黑棋继续给你打结 对你来说是致命的 对他来说 气掉就气掉 死了也就死了 这地方还有加进去盐气的手段 你就是及时把这个结消掉 刚才我们说完这棋粘住 依然有收气 还是很难受 现在提这个 白棋很无奈 白棋只好从这边逃跑 然后走一个 走一个了之后 现在黑棋已经把自己都连上了 白棋根本连不回去啊 这里并没有棋 还得贴 这个棋简直是太痛苦了 这都送黑棋 黑棋把自己补好 白棋呢 看似可以把这个棋给打回去 我们看 看起来 可以把这个棋就是联络了 但是都是从一路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这地方随时黑棋一提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大截火 就是我这块棋 其实并没有完全死尽 我还依然可以 花一手棋还能火 但是现在很显然 我的重点 黑棋的重点 已经不在这个下边了 下边已经不重要 上边最重要 白棋这样下了以后呢 被黑棋一点 依靠 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去吃这四个子 并没有说我要专门 花一手棋去吃 可是这四个子其实已经不可能火了 因为现在已经被黑棋全部给 将当于惊吞了 这个形势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白棋 应该说已经彻底的 因为眼光局限于这一小小的局部啊 失掉了大局 这个马斯特他强也是强在这个地方 他下棋都是全局性质的来进行综合判断 白棋现在呢 想要搏一把 这个棋点进去 看一下怎么样止固 靠 这个为了能够活棋啊 他现在就是为了能够摆两个眼 也是很惨 把脚全部给撞实了 看一下这个悬点 贴 跳 好 黑棋很顺利啊 把这个地方一打 白棋你为了活 你总归要放弃 就把这五个子呢 又弃掉了 黑棋吃掉这个全部变厚了 还是收获很大的 更关键的是黑棋 把这个一顶 这边白棋还需要嵌一手棋 可是 现在的白棋已经完全是自顾不暇了 也没办法 只能去这样团的做活 这还被黑棋尝一下 这个实在是太难受了 因为白棋现在也不能在这边走 如果你现在沾这个 他这一打 我们看 他不打这个 打这个就被你吃了 他可以打这个 全部是掀手 然后把自己那两个子跑回去 这白棋又不行了 所以你现在来不及沾 那你只能团住 这个棋也是 哎呀太惨了 这个被再挖吃下去 挖吃下去 我们看 刚才你这个安定的一个拆二 已经 清客之间这个土崩瓦解了 这全部是蚕子 可能都要死 对方也不一定要真吃你 他就威胁你一下 其实到这里呢 可以说 典型的这个白棋已经到了 仓皇逃窜的地步了 因为现在 这边不能轻易的去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毡是掀手 这里要铺 黑棋必须得吃 但是不能轻易把这个下了 轻易把这个教养变化走完 只这一吃 这个局部其实并没有完全活进 就这块棋的死活 因为你如果粘的话 我一冲这是个假眼 你粘住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结 你粘我就猴一个 你底下也没有眼 那这还欠着 半手棋基本上 你这地方还留个点结 你也不敢把这个粘住 所以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它是先粘这个了 粘住这个 黑棋吃 这样呢 白棋确保自己这块芹呢 先是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局部啊 当你打我这个 我可以给你做联欢结 这里不是一个结吗 但是我上面斑了一喉 大家看上面其实也是一个打结眼 所以呢 就是形成一个粘欢结 这块芹好歹还算是个活芹 哎呀 但是你这块芹活了 你得被这一走之后 你这都欠着 这都要死 现在呢 再顾不得那么多啊 现在的重点是要活自己这块 先贴 黑棋走的都很稳当 稳稳的把这个冲撕 给你活掉一些 但是基本上已经不影响任何这个输赢了 一顶 哎呀走到这儿呢 这个棋的白方啊 也就头子刃富了 其实确实是局面的差距也是很大 这块芹还没有完全吃住 将来这还是个打结 这块芹很薄 这块是连环结 等于就是这 当黑棋一提的时候 相当于黑棋已经静活了 这块芹 所以白棋全局的幕术 我们看寥寥无几了 所以下到这儿 白棋就头子认负 嗯 这盘棋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欢迎收看天然微信频道 为您带来的 人机对异 master 对局金姐 我是王湘云 今天呢 我们已经带来的是 第四局的对局啊 由中国的谢尔豪 直黑对阵master 谢尔豪也是中国一位 非常出色的年轻小将 西尔豪的黑棋 一上来呢 走的一个可以说比较清新的这么一个开局啊 两挂 先两边都挂了脚 然后拆回 嗯 这个变化可能已经久违了 是小灵流布局 小灵流布局 小灵流布局 挂 它采取的是二肩高加的定式 呃这个变化可以多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在很多时候的以前啊 过去 这个棋说跳一个 跳一个不好 为什么跳一个不好 跳一个 再跳 那黑棋可以尖刺一下 这个它是先手 好 那个地方白棋可以脱掉 也可以不走 大致呢 黑棋可以先手把这个刺掉之后 由于这个位置绝佳 这段你也下不去 白棋不好 嗯 这样的变化呢 白棋不满意 那白棋下什么呢 又后来又 呃慢慢的啊 演变出来这个 先下 掉在这里的这个变化 要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比如说他想让你硬 那他再一跳 你再跟着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啊 跟刚才的差别了 等于我跳在这的时候 你却跟着我硬了一个 那你明显你 落了一个后手 这棋就 吃亏了 被骗了 那所以走这个的时候呢 黑棋也会跳这个 然后白棋在 因为你现在如果走这个 又还原了嘛 那我还是可以刺你啊 所以白棋要契合 又要跳下来 所以因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引发的很多战斗呢 也是有的 这个在布局当中 这盘棋呢 这个Master走了一个非常少下的 在这里有子的情况下 他依然采取了这个 腰刀定势 嗯 从理论上来说 黑棋肯定是不怕他的 因为 如果这里没有 那这个腰刀定势 双方差不多 正常 但我要个子了呀 我已经有了一个 提前有了一个 兄弟站在这儿了 所以出手起来肯定要 下法肯定要更加狠一些 靠了一场 扳 连扳 嗯 这个变化其实 扳到这里啊 这个啊 我见过很多爱好者朋友 对于这个棋很困惑 就是他搞不清楚 这个地方一冲断 这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个变化 退一个已经是变招了嘛 啊 很多爱好者朋友搞不清楚 说这里头这个变化太复杂了 是怎么回事啊 就定势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定势呢 其实这里没有子啊 是打了拐 呃 也会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呢吃掉黑棋 但黑棋呢 把外围团木包起来的一个定型 但这在这有子 很显然你冲断我 黑棋并不怕 那有可能黑棋之前这个挂脚 也是为了这个针子而做准备 所以这里就要推荐给大家 这个Master的下法 让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 就是线连斑啊 线连斑非常的简明 这可以说是应对这个退 这个变招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退觉得 太头疼了 真的不会应对的话 就学Master这个手段 我觉得并不差啊 斑 走 不要老想着冲断它 现在先连斑 问问它的硬手 它不可能吃这个地方 它如果吃我们注意打吃先手 冲完一打一打 不射击针子 直接夹死了 这个黑棋就崩溃了 所以实战啊 黑棋断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说是必然的变化了 它只能去把你分断 然后你护一个它再补一个 那白棋呢得到了一个先手 也就算了 我觉得不失为是一种简明之道 但是具体说谁好呢 应该说黑棋还是不错啊 黑棋得到了很大的收益 因为这个地方明天有一个 帮手 这一代本身就应该是黑棋 会稍稍的占一些便宜的 好走成这样了 Master的目的达到了 下的非常简明 在这边刮脚 这期呢 以后它有可能会留有这个贴出的余味 但是暂时它不会动了 因为以后打吃这个的目数也很大 所以他要看这个局势的变化 再来决定我这个地方该怎么样定型 不要过早的交换掉嘛 保留一些 然后冲断 这个是定式 这定式我相信大家背过定式都知道 现在应该碰一个 对方尝一个 我也尝一个 然后他非吃我 我再把那个地方搬过来 这个是标准定式 这个二间高架的一个标准定式 实战没有 实战这个Master继续不走寻常路 他因为是通过自学习的 他也不跟你讲定式 他就硬给你在这地方拼 理论上肯定是亏的 这个地方 黑旗不会怕白旗的 这个旗行 被我正好走在了你的旗行的腰牙上 但是呢他也就这么跟你下 虽然说不好 其实现在黑旗我觉得可以考虑把这个旗冲断 让白旗去爬 然后里面跟他走一个杀旗 黑旗实战的挡住了 有一些 不肯 就是不肯在于就是这么轻易的就放过白旗了 白旗一捕 白旗把旗里这个冲断防住 这块旗呢 虽然说没有完全安定吧 但是比刚才如果直接被冲断了要好不少 黑旗冲断白旗白旗只能爬耳路 里面的是个杀旗 现在这样就相当于双方把战线又拉长了 继续慢慢的下 但是这种 就是双方比拼内力的这种旗啊 人类跟Master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吃 这个Master的每一招旗呢 都走在木树上 他对木非常的敏感 好 这块旗呢已经彻底的活进了 活完这块旗呢 我们看现在这个局面上 对黑旗来说 可以下的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多 看一下他实战 实战呢 黑旗没有去把这个尝掉 他可能觉得这个不一定大 他下了什么呢 看一下 现在这个局面 正这个 这个也特别的大 实战 走这个 刺 站住 跳 走的也很稳 嗯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啊 白旗只要处理好自身的话 白旗的这个 擋下来 用强的这个手段 应该还是可以的 并 并不像我们想的当中那么惨 就是 本身这个旗形被冲断的时候 感觉就是一个裂型 但是他现在呢 也算是安然的度过了 这个地方点 把黑旗的眼位 彻底的给他消灭掉 所以这个master下旗就是有这种能力 他的能力就是 看起来好像都不怎么起眼的地方 但经过他交换几个呢 就发现 他还是占了上风 这个是 可能对于子效的追求 我觉得 目前的支撃球 可能还没有探索到最最的深入 当然已经比过去强很多了 接下来黑旗跳 嗯这个追求子的效率啊 子到底怎么样去发挥 是一盘旗的非常关键的因素 好 做成这样 黑旗 黑旗把这个地方下来呢 基本上这块旗也安定了 白旗呢就轻松的在中央行旗 其实这个 就在这一带走也很大 非常大 但是他就觉得中央 嗯他看重的是中央 拆 把这个吃掉 提 中央这个地方有点薄了 所以黑旗要补一个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就总有一种感觉 就是好像当被白旗一跳到的时候啊 黑旗就没有什么 特别好去 在这个局面下 追求效率特别高的地方 没有什么了 他实际上就尖这个 但是呢 白旗走的也是非常简密 走了贴 是黑旗在这个局面下 应急的一种手段 就是可以把这边呢都走好 因为现在白旗呢不能长 这边黑旗有点厚 黑旗就硬贴你就可以了 你退 我再帮你吃了 这个白旗有点过分 所以走完这样之后 白旗搬 黑旗回去 白旗呢也就起到了一个 先手把黑旗压破的作用 先手就把你给压低了 整体压低 同时他自己这里中央好像 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东西 现在可以打掉了 嗯 那么我们看啊 白旗其实通过一个简单的定型了之后呢 使得黑旗 这些旗子其实全部是 不能说没有价值 但是全部是单关 就是你的末术体现 其实看不出来 而白旗自身呢 就是他走的旗 其实每一招 我们发现他都是有效率的 所以下到现在这样的形式 其实 其实黑旗已经不太好了 而且马特达最擅长的就是用这种 温水煮青蛙式的这种方式啊 就是慢慢的让你 就是你觉得自己好像还有点忌讳 这期好像还能收一收 但实际上我们看多他对局之后就知道 对于马特达的套路来说 现在这个局面 他已经在他的这个计算范围里面 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 对于这个结果 怎么这样 飞 沾上 轮到白旗 白旗小间 把你这个潜力都给你破掉一些 他走的都特别稳健 把这个子牢牢的吃掉 其实 后来就是我们看过 马特达60班旗的这个结果了之后 大家再来回头研究 马特达的旗之后其实发现 当他出现这种已经极度缓 然后没什么追求 效率也比较低的旗的时候啊 证明他这旗他认为已经赢定了 这个很有趣 就是在他双方的这个 可以说胜率 或者说概率 差不多的情况下 马特达的旗下的非常紧凑 有力 而且很多时候很多抢手 但是当他行事一旦好了 他就是安全运转 不管这个旗 他你觉得他有没有委屈 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字 稳 甚至是各种的这个 你可能不能接受的变化 他觉得都可以 都都挺好的 像现在这样就是 这个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呢 现在他觉得 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 所以这也是 马特达他不太会犯错 就是他下到越后面的时候 他越清楚 而我们人是 越往后下越搞不清楚 因为你看不到后面嘛 你的计算就是在眼前 你总是想把眼前走到效率最佳 撑到最满 然后往往就会出现失误 这个是人和这个智能 人工智能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走成这样了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走的 收关了 走一走 然后 其实这个棋 下到现在这样的 已经可以说 胜负啊 大致心里 大家 知道啊 他的形式一定是他不错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大致的 给大家来点一点这个木树 判断一下 究竟现在这个形式怎么样 半毡是黑漆的 是大概有30木 中央有一些虚控 这块10木可能稍多 我们先展示算他10木吧 40 41 42 34 45 55 差不多 白漆应该在60木上下 嗯 60木稍微强一点的样子 黑的呢 55木 黑漆差不多 呃 这块也加上的话 应该有60多一点 也就是正好贴木的样子 嗯 所以这盘棋呢 等于是黑漆也就不够了 下到这里 好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您交到这里